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白山2700米 孕育了2700种道地奥才 也促使吉林省成为我国的北奥基地 大家可以看到 身后的这个展示屏为大家展示的 就是长白山的修美风景 在我左侧为大家展示的触摸屏 展示了长白山的66种道地奥才 大家可以上前进行参观 北奥展厅呢 主要是按照中药鉴定学的鉴定顺序为大家展示的 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 展示的都是根及根茎类入药的药材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味药呢 是棉马灌重 棉马灌重呢 是粗静林毛穴科植物的干燥根茎及叶饼残疾 它的主要用功效呢 是清热解毒 凉血 脂粒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地上部位呢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这个蕨类的植物 那这一味中药呢 它是有小毒的 我们在吃这一味中药的时候呢 要注意它的用法用量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味药材呢 就是红颈天 红颈天呢 是颈天科植物红颈天的干燥根及根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地上部位呢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多肉植物 而我们的药用呢 一般都是用它的根及根茎 那这味药呢 它有清热解毒这样的功效 同时呢 它也可以治疗食育性的疾病 在抗击非典期间呢 我校的人际学老师呢 就用这味药 开发出了除症服役颗粒 为菌药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药物 在非典期间呢 也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味药材呢 就是甘草 甘草呢 实在于神农本草经 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功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为大家展示的甘草呢 就是种植于我校七星百草原的 而我们说甘草呢 在中药当中呢 一般都以君臣左使的使药入药 那使药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它除了发挥自己止咳的功效外 还可以调和猪药 解百药之毒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味药材呢 是龙胆 龙胆同样实在于神农本草经 它是龙胆 调性龙胆和颠龙胆的干燥根 即根静 那龙胆呢 它有保肝力胆这样的功效 那吉林省所产的龙胆呢 因其根条粗壮 色泽成棕黄色 而被誉为是吉林省的道地药材 同时呢 我们比较熟知的紫药水 其实呢就是从龙胆中提取出来的 其实中药当中呢 有很多的中药材呢 都是根据他们的形状 或者是故事来命名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中药呢 就是白头翁 那白头翁呢 它有清热解毒 良学止力的功效 那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而它的命名来源又是怎样的呢 那相传呢 有一个年轻人 因为肚子疼而去寻医生 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呢 他就昏过去了 而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位白头发的老爷爷 这位老爷爷呢 就随手一指 说这位中药呢 你回家把它的根煮水 就可以治疗你的疾病了 这个小伙子呢 将信将疑 但是他还是挖取了很多这位中药 然后呢 他就把中药回家煮水了 等过了几天之后呢 他的病就痊愈了 他把这个故事呢 告诉给了全村的百姓 而村里的年长者呢 看到这位中药的长相 就把这位中药命名为白头翁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药材呢 就是防风 那他与白头翁相同 同样是以他的形状有关来命名的 那相传呢 在大雨治水胜利的时候呢 大雨让各路神仙汇聚于溃击山 这个时候呢 只有防风没赶到 而大雨非常的愤怒 当防风赶到的时候呢 就把防风杀掉了 而他的血液呢 喷溅到各处 其实防风并不是特意的迟到的 而是因为他当时的路途非常的遥远 而途中呢 又遇潜塘家发水 他在治理当时的这个大水 相传第二年呢 在这个防风去世的地方呢 长出了许多白色的小花 而当地的居民呢 为了纪念防风 就把长成白色小花的药材 称之为是防风 那这个故事呢 也在2011年的时候 被评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根及根茎类 如药的重要材 而这个区域呢 我们将看到的都是果实类 最重要的重要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枸杞子 五味子 那五味子呢 顾名思义 有酸苦 甘辛咸 五种味道 同时我们说 入资补品 北五味子 奶粮 那吉林省的五味子呢 也是非常著名的道地药材 在它旁边的呢 就是枸杞子 那我们都知道 宁夏 枸杞 甲天夏 而这里枸杞的入药部位 就是它的果实类 而同时呢 我们说枸杞不仅可以果实入药 而它的皮部也是苦 可以入药的 那这味中药呢 就叫做地骨皮 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全草类入药的专药材 那麻黄呢 它具有宣肺平传 沥水消肿的功效 它也是我们常用的结表药 在它旁边我们可以看到的这味药材呢 是白驱菜 那白驱菜呢 也是我校国医大师王烈教授 常用于治疗小儿板日咳的一味药材 同时还有一味药呢 叫做反魂草 那同学们听到这一味药呢 是不是觉得它的名字非常的奇特 它是有反魂这样的功效吗 其实并不然 费宁克利呢 就是以反魂草单位如药的中药成药 现在同学们看到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博物馆老师自制的原色 镜子标本的展示墙 那我们吉林省中药博物馆的北药展厅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中药才 不同的中药故事 等着大家来领略 那也希望同学们来到北药展厅进行参观 家住常白本姓参 草中之王救命根 人参因其奇妙的功效 而文明侠耳 持命中外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吉林省中药博物馆的人参展厅 我后面的这个展墙呢 为大家展示的就是 原参、野参参、临下参、西洋参和高丽参的人参品种 人参是吉林省最著名的道地奥材 我省所产的人参产量 分别占全国人参和世界人参产量的85%和70%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参石展区 人参起源于2500万年前的第三季 人参的身字呢 最早出现在殷商的甲骨文当中 距今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 那么可以看到人参呢 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象形文字 它的地上部位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幅叶片 而它的下方呢 就是我们说的人参的根部 人参呢 是多年生的草本之物 它洗音 它作为药材 最早被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当中 主要的功效呢 是补五脏 安神 纸经济 明目 开心意志 人参呢 它的发音 不仅于人身体的身相同 同时呢 它也具有跟人体 非常相似的形态特征 比如说 人参的地下生长部位 有非常清晰可见的 头、身、腿三部分 这与人的身体结构 是很相似的 同时呢 人参的叶片 多为五副叶片 这与人的手掌 是相同的 而人参种子 与人的肾脏 长相非常相似 并且 它的孕育周期 也是270天 古人发解 是人参这些奇特的生命现象 便赋予了它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人们将人参释入珍宝 民间也创作了很多关于人参的故事 这里就有一个放山人的故事 人们进入深深老林里 采挖人参的过程 被人们称之为是放山 而放山的顶头人 被称之为老靶头 关于老靶头的来源 有一个说法 认为老靶头就是明末清初的孝子孙良 孙良为了给母亲治病 孤身前往长白山踩身 陆遇老乡 并约定一同挖身 但在返乡几日前 两人却走散 孙良为寻找同伴 最终不幸饿死在喇固河畔 相传 孙良死后化身为山神 保护放山之人 现今长白山的踩身习俗 经国务院批准为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封奏折呢 就是嘉庆年间 吉林省的富突 统蔡春阿上书嘉庆皇帝的奏折 那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说 当时上贡的人参当中 参扎了央身 那央身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身 也就是说在清末的时候 人参的这个资源分布 分布就已经非常的稀少了 那最早呢 人参的资源分布 分布在辽宁 吉林和山西上党 那山西上党的人参 因为人们的彩蛙过渡 和资源环境的破坏 而灭绝了 所以呢 现在人参的分布呢 主要分布在吉林省 那吉林省也素有 世界人参在吉林 中国人参在吉林之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 就是放山文化的区域 那什么是放山呢 放山就是人们进入深山老林里 采挖人参的过程 这也是长白山区特有的民俗 是长白山区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 那放山都有什么准备呢 又需要多少个步骤呢 我们可以看到 放山的第一步骤叫拉包 一般呢都是三人乘行 或是五人结队 人们呢把人参也当作是一个人 当采挖人参后呢 就形成了双树 有这种美好的寓意 那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侧 那就是放山前的准备 在这个时候呢 人们除了准备衣食物以外 还会准备一些物品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快当鞋子 快当签子等等 这里的快当呢 是蛮语 有极力顺利的意思 也是人们希望能够顺利 采挖人参的这样的美好的寓意 那第三步呢 就是进山了 第四步呢 就是压山 什么是压山呢 我们把压山 又称之为是进山 寻山 这个时候呢 人们排成一横行 我们习惯把把头的 称之为是头棍 中间的称之为是腰棍 两侧的呢 称之是边棍 人们手里拿着摸索棍 摸索着人参 寻找人参的过程 称之为是压山 之前呢 我们讲了放山的四个步骤 那接下来的第五步骤呢 就叫做抬棒锤 为什么这里我们说是抬棒锤 而不是人参呢 其实啊 当时长白山呢 是采挖人参的禁地 是不允许进山采参的 所以人们为了避免官兵的搜查呢 用棒锤代表人参 同时其实也跟人参的形状 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寻找到人参之后呢 前面的老把头就会问 极品业什么货 后面的人呢 就会高呼快当快当 这个时候呢 发现人参的 就会在人参身上 系上棒锤锁 那什么是棒锤锁呢 棒锤锁呢 就是一根红绳 系着两个铜钱 那用红绳系上人参呢 也表示顺利的意思 那一般我们选用的这个铜钱呢 都是一些嘉庆等比较吉利的年号 而不选用这种道光非吉利的年号 那之后的第六部呢 叫做台大流小 什么是台大流小呢 这也是当地人们的一种习俗 也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 那人们会把大的人参踩走 会把小的人参留给后人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打排好的人参打包 这个步骤呢 叫做打参包子 那怎么样打参包子呢 我们把人参放在一个台线皮上 然后用画术皮 将人参包裹 打成一个包裹状 这样呢可以保鲜人参 也就被称之为是打参包子 同时这个时候呢 老把头也会在旁边 找到一棵红棕树 在上面刻上 我们今天一共是几个人来踩参 踩到的人参是极品叶等等 这个呢称之为是兆头 那同时呢 老把头也会给兆头洗脸 什么是给兆头洗脸呢 就是用火烧出这个松树油 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罩头 比较清晰 最后一步呢 叫做下山还愿 这个呢也是长白山文化的 采参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也是让人们更好的传承 采参文化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全息投影 它是模拟野山参的生长过程 我们说野山参呢 它一般是直立而生 侧卧而长 它每一年呢都会长出地上部位 第二年呢地上部位会脱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它长出了三片叶子 我们称之为是三花 这个一般是生长一到五年的时候出现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五到十年的时候 它会长出一个巴掌 而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呢 它一般呢会长出两个五副叶片 这个时候呢 我们称它为二甲子 或者是二品叶 当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长出的就是有三个五副叶片的 我们要称之为是灯台子 或者是三品叶 这一般呢都是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候会出现的 而到三十到四十年的时候呢 它会长出四个五副叶片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现在的这种状态 而这个时候的每年的六七月份呢 它会开出这种韭菜花状的这种形状 之后呢 它会结出人参果 而人参果呢 也会散落在旁边 我们之后看到的就是五十年以上的 这样的野山参的生长过程 它会长出一个五副叶片 那它有五个巴掌 而这个人参果散落其中之后呢 也会长出很多的人参 这个时候呢 它的旁边会有很多的子子孙孙的 这样的人参的出现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野山参的这样的生长过程 七十号一种参呢 它叫做原参 也就是顾名思义 种在园子里的参 那原参呢 它一般的生长过程和野山参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第一年呢 会长出三花 第二年呢 会长出巴掌 第三年呢 会长出二甲子 第四年呢 会长出灯台子 第五年呢 长出四品叶 第六年呢 就长出五品叶了 所以原参呢 一般到六七年的时候就可以投入市场作为药用了 那在这里呢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原参 刚才讲到原参就是我们在园子里面种的参 或者是大棚里面种植的参 我们称之类是原参 那除了我们说有净与县外 其实我们白山的辅松县呢 是全国人参的最大的集散地 我们也之前讲过 世界人参在中国 中国人参在吉林 那到底原参又可以分为哪些参呢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那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生晒参 那什么是生晒参呢 我们把人参晒干 这种形状称之为是参晒参 下方呢 就是我们看到 它是形态是比较笔直的这样的参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人参是侧吻而长的 而这个野参参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生长姿态是龙肥凤舞的 但是为什么这种参呢 它非常的直呢 这种参呢 有称之为是边条参 那它的这个生长地呢 一般都是在吉安的 为什么它这么直呢 是因为它采用了这个三头 参量导的技术 我们说当人参生长到一定年限的时候 我们把它挖出来 然后去除人参的一些须根 让它在里面继续的这个横卧的生长 长出这种形状 那通过三次参 两次拿出来 也就是三参量导这样的技术 它就形成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非常的直立的这种边条参 在它们旁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比较深的这个参呢 叫做红参 那红参呢 也是人参的一种品种 那红参是怎么来的呢 红参呢 是通过加工炮制而得的 我们把这个红参蒸煮了 人参当中的一些多糖呢 它就吸出了 形成了这种红色的形状 也就是称之为是红参 我们说人参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效 有补益器这种等等 一般来说呢 人参它呢 适用的人群呢 就是不适合是小朋友 或者是这个成年人 而是适合这种老年人 或者是体弱多病的人 这样它的滋补效果是比较好的 而红参呢 它的应用对象就比较广泛了 因为它的造性没有人参的大 所以呢 平时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红参片来泡水和补益器 它的功效呢 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的玻璃瓶子和前面的这个瓶子里边的人参是不同的 它是泡了久的 为什么是它是泡了久的呢 这种人参呢 我们一般是先参 就是我们把人参挖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在酒里面来保存 那一般呢 我们说这个酒呢 要用高浓度的纯粮式的酒来泡人参 我们说为什么要泡在肾里面来保持人参的鲜度呢 其实人参 刚才我们讲到人参除了含有人参多糖以外 它主要的这种成分呢 就是人参造肝 那人参造肝呢 它是融于这个乙醇当中 乙醇呢 也是我们说酒 它的这个成分呢 也是醇类 所以呢 我们把它泡在这个酒里面 可以把它的人参造肝这种成分融出 其次呢 我们说酒 它有这个保鲜的作用 可以防腐 那人参当中除了含有人参造肝多糖以外 它还有一些粘液脂 等等这些成分 它是非常容易变脂的 所以把人参泡在高浓度的纯粮式酒里面保存 保鲜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可以定时的把这个酒取出 然后喝掉它 然后呢 再把这个酒补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两侧的人参它的瓶子这个颜色是不相同的 我的右侧这个参呢 是比较颜色浅的 而后方这个人参它的颜色是非常长的 这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全部都融出在酒里面了 它泡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呢 它的颜色也是非常深的 那在这里展示的这个人参呢 其实它的年限很长了 从我们建管初期就已经有了 所以呢 如果家里面有喜欢喝酒的同学的爸爸 或者是爷爷 我们可以买一株人参 然后让他把这个人参泡在酒里面 慢慢品尝人参 除了能够强身健体之外呢 还可以治疗一些这个毒气的这些的疾病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区域呢 分别是西洋参展区和高丽参展区 这次为大家展示的就是西洋参 那西洋参从这个体型上来看呢 它和人参比呢 它有这种短粗胖的这样的特点 那西洋参同样和人参呢 都是五家科的植物 我们说香参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其实当时啊 法国的一个传教士来到东北 他发现了这个吉林东北这个人参之后呢 他就希望能够回到国家之后 能够找到同样的这种植物 于是呢 他就把图片形状都告诉给了他国家里边的人 然后呢 当时呢 他就组织了印第安的一些人们去这个深山里面去搜查 最后呢 在那里面也发现了跟人参长相很相似的这种人参 于是呢 西洋参就诞生了 那西洋参它的功效呢 和人参是比较相似的 它也是有这种不一气这种功效 接下来我们旁边看到的就是高丽参 那高丽参是什么呢 高丽参呢 就是我们说是朝鲜参 又称之为是别直参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高丽参的这个展品 它其实和我们之前讲到的红参的形态是很相似的 都是有这种形状的 但是为什么高丽参它是这种直直的呢 和我们看到的人参是圆圆的不同呢 是因为高丽参当中添加了许多的中药材成分进行熬煮之后 把它塑形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直直的形态 其实呢 一般的高丽参呢 它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参 然后回国之后进行加工 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高丽参 同样又回到中国来售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侧的不光是西洋参还是高丽参 近些年来它这个售卖点以及人们对它这个适应性都是很强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宁可不用自己国家的人参而去用其他国家的人参呢 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加深对人参的研究 然后出于对民族品牌的保护让我们的人参更活 那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人们对人参的一些研究 其实啊 我国对人参的研究呢 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记载了 我们说人参它最早始继于神龙本草经当中 同时呢 在我们熟知的本草纲目当中呢 也有对人参的记载 而现今呢 我们对人参的研究更加的深了 我们加入了现代的一些技术来研究人参 那人参当中还有很多这种有效成分 一一的被人们发现了 我们国家的人参研究啊 不断的在提高进步 而我们学校在2008年呢 也成立了吉林省人参研究院 进一步对吉林省的人参进行研究 而我们馆呢 也特立了展示了人参展厅 希望呢 更多的人去了解人参 喜欢人参 熟悉人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为大家展示的呢 都是人参的一些科技成果 那我们可以在人参研究院当中呢 了解当中人参的这些成果 是怎样被记录下来的 大家好 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 岳浩老师 这里是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 研究院呢 是由吉林省政府批准成立的 华尔靠在长春中医药大学 是专门的科研机构 我们主要从事 吉林省 长白山道地药材 人参 鹿熊 林八游 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我们现在呢 承担了国家省部级的科研项目 四十余项 发表 SCI 中文核心等论文 三百余篇 荣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二等奖五项 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两项 十四五期间 将以创建国际一流人参专门研究机构 为目标 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病重 科研开发与人才培养齐抓 为引领和支撑吉林人参和医药 健康产业振兴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是在植谱实验室 这台植谱是气象 色谱 串联 三重 四肌杆 植谱 它主要是用来检测 我们的挥发性的物质 比方说我们药材中的农药残留 比方说我们药材中的挥发油类的成分 还有我们一些产品 比方说香水 这些易挥发的成分 都可以用它来检测 这是高效叶向色谱 串联 离子井质谱 这台仪器可以用来检测 天然产物中的未知的化合物 我们的工作流程是 将我们已知的化学成分 标准品打到这个机器里 然后我们对它做多极串联 知道每一极串联中 它的一些质谱裂解规律 然后在天然产物中有一系列的化合物 可能与这个化合物 已知的标准品 它的结构是相似的 我们同样把它打进这个仪器 然后对它进行多极串联 就像一个拼图一样 这个已知的化合物 我们打进去之后 通过打碎我们做好了一个拼图 然后未知的化合物呢 我们同样打碎 它的碎片有些是相似的 可能在这个拼图中多了几块 或者少了几块 然后我们对这个拼图呢 它的那个多几块或者少几块 进行归属 我们就知道这个未知的化合物 这台仪器是高效液性色谱仪 串联三重四级杆质谱 它是专门用来做这个定量分析的 它可以检测我们血液中化合物的 一个药带动力学实验 比方说我们每天吃药 要吃几粒药能达到峰值 每天吃几次能够保持这个药效 浓度最佳 那么我们都是可以用这台质谱来检测 它的这个定量线是最低的 它能达到飞克级 因此呢 它是一个衡量检测和微量检测的 一个非常好的仪器 这台仪器是高效液像色谱 串联静电场轨道井质谱 它的色素呢 在于它这个静电场轨道井呢 是一个仿锤箱的结构 当化合物在液像中分离 然后被电力源离子化之后呢 进入这个腔体 它做一个高丝分布的一个运动 这样呢 可以达到一个高分辨的这个分析的一个目标 因此呢 它的分辨率能达到14万 这样呢 我们一个混合的化合物进到这个直谱里之后 我们每一个化合物都可以给出它的元素组成和高分辨的分子量数据 我们通过这个呢 就可以知道这个化合物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是在色谱实验室 这里呢 我们有高效液像色谱 超高效液像色谱 匹配有蒸发光检测器 二级管阵列紫外检测器 和荧光检测器 并且呢 我们这儿还有制备色谱 可以高通量的制备 灶干类 黄筒类 生物碱类的化合物 一次呢 我们上一辆可以达到500毫克 然后制备的这个 一次性制备的标准品呢 能达到1毫克 因此呢 我们这个实验室 可以对天然产物中的成分呢 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工作 比如说 我们常规的人生灶干的检测 人生中所有的灶干 检测后 保留时间在150分钟 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呢 通过我们一个超高效液像色谱的选择 通过我们一个色谱柱的选择 通过40分钟之内 我们可以检测到 人生中所有的人生灶干